OK那你们可以看我这边我是有特意的把这三个都勾出来 因为这个like likelihood ratio就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你们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只是这个45度的关系 它这边就有印到小说点后一块 但你们可以看到它跟上面这个10.922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卡方检定也都 它是正式的卡方检定呢 它这边的这个假设是设定 这我们可以看电子书 它这里的那个独立性检定 我看一下 它这边应该有提到 它这边的如果是在正式比较一般的独立性检定 它其实是要算出 它其实会先要算出 把这个O代表是 用真实资料去总计出来的次数 所以说是真实的次数 然后这个E代表是期望次数 一般如果说这个期望次数 一般如果说这个期望次数 也是可以从这个表格中呢 也是可以从这个表格中呢 也可以去把它给算出来 我刚刚看一下它这个列连表 如果说你要把期望次数算出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列连表 这下面这个有一个cells 储存格在这里 你可以把这个期望次数点开来 它这里面的这个observe 跟这个expected的 就是对应于电子书中 在这一段所说明的 从这个table14.8到这下面 这一大段所列出来的这几个公式 那一般来说 如果说是预期两个独变项 是有关联性的话 观察次数跟期望次数 是会接近于相等的 那卡方的独立性检定 就是要去确认 这个每一个格子的真实次数 与期望次数是不是一样 你那边可以记一下 就是它的那个统计假设 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 statistical hypothesis 我那边就提一个影子 你们可以详细起来 它的统计假设是 每一个格子 每一个格子的那个真实次数 等于期望次数 这个请记得用这样 我建议比较正式的方式是这样的 这个I跟J是分别代表说 在这个表格下面 如果这个表就是说 横的我们就定义叫做是 叫做是 第I列 就是第几列是I 就是一二三 分分就是I就代表这一二三 然后J是代表这边的一或二 是 I是蓝 J是列 所以这一边都要用下标 它的那个统计假设 如果说这个 这个概念这个是 如果是一样的话 等一下 hyphalysis这边有那个写 它如果是一样的话 就是这两个 就是说两个读变相的次数 应该是相等 那 它的hyphalysis 就是 就是去 等一下 应该是 那个 OIJ 是 应该是这样子写的 比较清楚 这个是 这个是 H0 H0的 在这个列连表的意思 因为我列连表我很少用 所以我 因为我那个每次要想 它的统计假设都会有点卡 都会有点卡卡的 它的H0指的就是说 每一个系格的正习次数是相同的 它这边写这个group等于大于小于 它这写的都写的都是 对立假设 但是我觉得写的还不够精确 然后这个就是OIJ 是不相等的 因为不相等才能够代表说两者有两个变相之间有一个关系 我等一下 我这边我再把它写清楚一点 那有 我就写个比较单纯的 把它昂一括 O就是如果说你要用O的话 用这样子写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电子书 它这边你们看下是下面它每一个大写字 下面都有一个下标 这个小写的I或J就代表是 它是在这个表的第几列跟第几栏 你们可以对应看看 这个I的话就代表是第几栏 就是第几的喜好 然后J是代表是它是人类还是机器人 不过不管怎么样 它的这边 这个独立性检定 或是这个相关性检 关联性检定 它的这个统计假设 跟上面这个线性模型版用的统计假设 绝对不是同一件事 但是你们可以看 它还是在这边 它把这里给加进来 只是刚刚好 那个不管你的假设 用什么来设定 都是可以舒服通过 然后在这边 你们有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这边还有加一个continuity correction 这是一个校正后的卡方级 然后在这边刚好 有没有校正都是一样的 这里先记一下 因为等一下 好像是废雪还是麦内玛的例子 就会看到有一个变化 然后这里同样 你们可以再用这个loglinia 可以再做一次看看 用loglinia去做一个 去跟那个线性模型版 还有卡方的减定 还有就是卡方的这个独立性检定 列连表独立性检定 或关联性检定来做一个比较看看 OK OK 嗯 嗯 诶 什么 诶 这是H0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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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H0相当于 它因为 它只是主张 它只是主张 并不是说是等于的意思 我只是写说 这个主张的内容是什么 这跟前面讲的假设检定都是这样 而一样的套路 不管你今天用什么统计方法 分析什么资料 设定统计假设都是一样的套路 只是写的方式会因为 你今天要处理的是什么问题 跟什么资料会不大一样 OK 好 嗯 然后 然后有 我在这边再增加一个 有一个就需要你们 就是需要你们开启 原来的还没有去做那个 总计次数之前 就是这个就是原始的资料 就是你可以直接从 从 这个 JAMOBI的这个电子书的资料 你直接去开启的 这个档案 它可以直接用 它可以用 这个Regression下面 用这个Multiponomial的这个方式 去得到 很接近 就是它有点像 就是就是像是说 很像是 这里 我用 我用 我用那个 混合线性模型的方式 做出来 不过这里你们注意到 我这边有特别把这个model写出来 因为它反而是把choice变成了 一变像 读变像只有spaces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它这边这个 它还是 它所算出来的这个model fit 这个卡方 指它还是一个likelihood的比值 那它比的就是choice 然后跟一个纯拮据的model 所以它这个10.9 跟前面的 跟另外这边 这个通用线性模型的这个方案一 所得到的这个10.9 是一样的 这个的话你们就 这是你们可以用原来还没有计次的资料 然后你用regression下面 这个 N outcome 为什么是N 这个是如果说你的选择 因为它有三个选项 所以这个就是符合需要用N的这个状况 如果你今天这个只有两个选项 你就要用这个bynovial 那如果你的这个一变像是类别资料 然后数值之间是有等级的话 那就要用这个ordino 我的印象中我记得它这边就是假设 它的虽然都是是什么类别资料 但是它都是假设都是逼近常态分布 所以这一个整个模组 它其实都是以根据 一变像它设定是常态 是要符合常态分布的这个 一般线性模式 OK 那你们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做看 如果说作业可以再加 这个有两 有另外 就需要再开另外一个档案 你们建议再加一个档案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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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